你不走 你要不走的话 别说这辈子 下辈子投胎 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你走不走 你再不走 我就要舍自尽了 张队长 好 我走 百天归 你给我等着 喂 喂 别 走 他怎么会 这警察会 严重的猿呆 在怒占地灌烧 你们就得看看 流灿不回来了 都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 好 你伤没事了 没事 待会儿动手的时候 一定要格外小心 不行 千万不能伤了大队长 准备好 来 老周 小鬼子马上就要到了 你带了一帮兄弟 到对面的山头上 准备燃放烟雾弹 你小子可真够能折腾的 这种办法都能想得出来 这不还得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在假扮坟前 更恶瞪眼 你能想得出这法子 这都这会儿了 你还能说这什么 那赶紧去哪 给我走 刚才生个态度不好 对不起啊 没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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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上来了 杨户弹准备好了吗 咱们准备好了 冲 杨户弹 带自己的兄弟 留在这里接引我们 注意安全 兄弟们 跟我去救大队长 走 走 我也要去救大队长 去救姐姐 你们几个在这儿守着 你做什么 一定黄金 你尽松 警察 中央市局 与然而赖了 好 你没事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不让你待在那儿的吗 小兰子哥 刘全书 快出来 再不出来 我就打死岳小兰 小兰 再对这样 刘超猫 不要管我 快点走啊 小兰啊 小兰啊 你招死啊 你干什么 我要去救小兰 小鬼子 八个 你冷静点 我冷静不了 我二十三下 来不出来 我就一枪打死他 小兰 你等一会儿 你不能说 你这是手死 你 放开我 小兰 快走啊 我绝不是那儿 绝 让我想想办法 你别出去 你想这么办法 别叫气 小鬼子 小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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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ίας 不死亡 叉赴 佐賀 走 走 佐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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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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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站在这儿 你别喊了 你在这里等个冷革去救他 你别过来 行了 妈 你成了 下来 有苍茂 我 什么都别帅 不要 跳过了 撤吧 走 小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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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怎么样 我有点疼 我知道 我疼得话 你就喊出来 我不是闹肿 对吗 你不是 你当然不是 小蓝 你是好样的 我们游记打对 没有闹肿 你听到了吗 王天歌是大队长 他如果牺牲了 游记大队就散了 我不管 这是命令 你怕死你别出去 游记大队 没有你这样的闹肿 你 小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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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持住啊 小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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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老舟 你是好样的 你是我们游记打对的好队员 你是我的好妹妹 小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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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小岚 今天是头七 姐来看你了 你知道吗 刘吉大队少了你这么个 叽叽喳喳的小丫头 都热闹不起来了 你也是 说走就走 留下我一个人 害得我连说知心话的人 都找不到了 跟我走 去哪儿啊 这里躺着小岚还有假扮 我不想吵着他们 跟我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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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走 挨 老公 走 老公 爺 不可以 我死了 不能让你死 这跟你是不是 扁了破译 没任何关系 扁要是扯一个死的皇 天打雷劈 你听好了 小兰 小兰就像我的 亲生妹妹一样 她今年才十九岁 她那么单纯 那么可爱 她就像天空中 飘舞的雪花 手掌一点点的温度 都能把她感动得融化 做了 别说了 别说了 小兰的死 扁不难受吗 扁这两天也是 油锅里炸了 再上楼梯声 我也痛 你也痛 当然 你痛 那是因为你还活着 可小兰哪 她还能感觉到痛吗 汪天歌 你还有没有别的话说 没有的话我们就走了 你是狡辩 你是心虚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走 今天是小兰投机 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 天黑之前 必须做好回魂饭 过了今晚 我再跟你好好白吃白吃 我要让你知道 我刘传说究竟是个 深样子的人 用不着 你从这以后 我不会再多跟你说一句话 不对 是多跟你说一个字 好 华天歌 陈叔 大队长交代过呢 任何人都不得进入火 大队长还说 按照岳太太习俗 头七的回魂饭 得由家人来做 问问他 为什么要拦我 大队长说 没有耳朵 我跟你讲 小兰是牺牲在 饿里怀里 心里面放不下了事 也是托付给饿的 所以从这上面讲 饿跟小兰的关系 比你们大家伙谁都近 所以这顿饭必须用饿来做 谁要是拦着饿 就是逼饿饭魂 让开 大队长 就别再逼 柳子他们犯错误了 就是 你就让他 帮小兰做了这顿饭吧 你们要是拦着我 就是逼我犯错误 让开 汪天哥 我再说一次 如果今天你不让我 做这顿饭 就是在逼我犯魂 好啊 那我就看看 你要怎么犯魂 好 这是你说的啊 你给我看去 看够了没有 没看稿 没看稿 好 没看透是吧 看透了吗 看透了吗 没有 你还要看伤啊 看看你的良心 行 我现在就把细 掏出来给你看 干什么呢 某道士人命不怕羞 是不是 你们还是不是游击大队大队长 还是不是游击大队参谋 王天哥总之 到我办公室 我有话跟你说 赶快给我收拾干净 对 我是打了刘传说 我违反了纪律 可我不后悔 你认为月小兰的牺牲 是刘传说造成的 没错 我不能原谅她 我也不能原谅我自己 这种负罪的感觉 让我痛不欲生 来 大队长啊 真懂事打你了 不是大队长 不是大队长 那是谁 王天哥 那不就是大队长吗 不是 那说不是那就不是 行行行 有啥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 他跟你说啥了 师兄你 就再喝一碗 来 干啊 来 来 师兄你 什么话就说出来 别憋在心里 搞xo 晓晓 他牺牲了 他就心里痛 真的很痛 不知道 咋去形容它 阿海 这种痛跟假扮牺牲的时候 又不一样 小岚她多可爱啊 整天乐乐呵呵的 我盛世都觉得她是在跟她 开玩笑 说不定盛世好 她又活蹦乱跳的 珠血在我的面前 然后再拔一支拔一支地把我骂一顿 你说多好 还有王天歌她说的话你我不认 她说什么 她说小岚的死那是因为我 老张我打了仗不及你一个领头 我今天就是想问问你 当时那种情况 我们是不是应该三个人在一起 是不是应该等待救援 对 你这点说得对 你们当时没有中武器 你们要是分开了 行不成活力之人 而且还容易被鬼子分割包围 你的选择没有错 来 我参加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好 看来大队长是真错怪你了 我找她去 别别别别别 你坐下 干啥呀 去干涉啊 小岚牺牲了 他 他心里也不好受 他心里不好受 你心里就好受啊 我当然不好受了 所以我 我把火 火防的东西 全都散了 老是入手去进来 你小子 还想给自己开堂破肚似的 对啊 为什么呀 因为我喜欢他 我不能让他觉得 我的心是黑的 你就那么喜欢哪 我知道 刘川车身上 有很多缺点和不错 但是我不相信 他因为撕心作祟 而导致月小兰的牺牲 我想知道 你心里是怎么下的 好 我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陆书记 我跟刘川车认识 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跟他在一起打个战事 一个接一个 这么长时间了 我对他的认识 是一点一点地在加深 我知道 在他骨子里 他不是一个 坦生怕死的人 你这不是挺明白吗 怎么又在小兰的事情上 犯糊涂 你还是不懂 就是因为我太了解他了 我知道 在刘川车的心里 我比谁都重要 可就是因为 我比谁都重要 才导致了小兰的牺牲啊 好了 别哭了 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早上还要开会 把小兰的衣物整理出来 好 杜师姐 坐吧 好 人都来齐了 那下面我们去开会吧 那下面我们去开会吧 中佐阁下 这是最新的情报 尤雅 是 一周后 大师 把高柬的银行器 現在兩個新的工程 进入水晶工人 从prem 所在这里 中 니 土研的银行yeah 大規模生産工程 年生産量 参考手段 那些砲弹也能生産 佐方中佐 绝对兵器工程 必须在此兵器工程中 能够均催促进 这些方法 可以做出一切 空军部队 让我接下来 是 用空军部队 把他们的铁铭炸 我 陆书记 陆书记 不好了 怎么回事 并不吵液铁路 遭到鬼子的飞机轰炸 损失严重吗 鬼子扔下了三枚炸弹 其中一枚 击中了液铁路 陆书记 这 是 华尊少祖 不愧是我们帝国的 轰炸这些计划 他只投了三枚炸弹 就摧毁了八路的野铁路 那我们是不是 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啊 应该 那我们去准备准备 于队长 你和曹中队长一起 组织弟兄们 好好地热闹热闹 是 牡丹姑娘 请留步 牡丹姑娘 凭你对八路军的了解 你说 八路军 会怎么应付我们的红杖 你是想问 刘传说会怎么应付 对 我就想知道 刘传说 他想怎么做 写一封信 就说 等野铁路修复好之后 花村少祖 还会驾机轰炸 你的话很有道理 我就是要用 担守风光的举动 彻底 征服中国人的信 彻底地 征服岳泰山脉 我现在就写 写好后 找一个适合的人 给他们送上上 不用找了 我去 去 去 走 走 走 坐盛呢 根据地各县 城街铲除最大恶极的情况通报 没听说呀 咱们越他这儿也没动静啊 我们这里还没开始行动呢 不过 我觉得也快了 快看 去 铲除一个女汉奸 这 还铲除了一个女汉奸 徒劳慎呢 你说 这牡丹她 算不算汉奸 说实话 算是吧 刘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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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腿放下去有没有规矩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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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这都是他平时养成的习惯 刘占说来了 你说吧 我要喝水 等会儿 烧菜的干不了跑堂的活 王主任 你来吧 听说叶晓岚死了 被你害打 牡丹 喝吧 这流过洋的就是不一样啊 这个开水都倒出了咖啡味 你也喝过咖啡啊 你天天喝醋啊 流参谋到了 有什么话 快说吧 我呢 是个传话的 日本人怎么跟我说的 我就怎么传 说吧 板田归衣说等你们野铁炉修复好之后 花村少佐还会驾击轰炸 具体时间令行通知 这个板田归衣太长狂了 这个板田明显是欺负我们没有防空火器 天上打不了地下打呀 我这个复道人家都能想到的问题 你们不会想不到吧 那我再多一句嘴 花村的轰炸机 就停在长治机场 长治机场 离这有三百多里地 位于鬼子的腹地 如果我们要炸毁敌机 一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种杀敌一千次损八百的方法 就不劳你想了 听说这个飞机呀 它最怕雷 你们不是有流传说吗 多大的能脉呀 让流传说跟老天爷说说 让老天爷打个喷嚏 也不就完了 照你这么说 还不如让流传说 跟老天爷打个招呼 干脆刮个龙卷风 把小鬼子都刮回日本 这样连仗都不用打了 岂不更好 行哪 行了行了 别说了 话你已经传道了 赶紧走吧 长本事了 学会轰人了 王天哥教你的吧 对岳小兰借死不救 是不是也是她教你的 你说什么呢 干什么呀 潘世杰 在 带花木丹出村 啥意思 我大老远给你们送信 你们现在让我走 我还没吃饭呢 给花木丹找些吃的 我要吃大会菜 做的锅油肉 都什么时候了 我上哪儿给你弄肉去 现在一般人家 一年都吃不上一顿肉 想吃啊 给你整点豆腐吧 陆川叔 去给花木丹做锅油肉 这 我 这是命令 听到没有 是 好 王天哥同志 你先回去吧 你也去吧 好 这是板田皈依让我给你的 你咋不说话啊 对啊 你把大家叫来做事啊 说呀 赵总队长 你先出去吧 这么急的把我叫来 现在又让我出去 你慎一嘴 行行行行 赵总队长 行行行行 先出去 我回头再请你啊 行 留下来都是兄弟 对对对 都是你兄弟啊 是不是 你也要做什么坏事 不是坏事 是好事 但我不知道 究竟犯不犯纪律 究竟是圣事吗 根据地别的县 都展开了除肩行动 情况报告 刚才你也看见了 你是担心牡丹姑娘 咱们岳太展开除肩行动 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你到底想怎么做 我想把牡丹 留在我们孙家盘 她要是被我们队伍铲除了 我对不起死去的花大树 怎么留啊 牡丹姑娘的性子 你比我们大家都清楚 她要怎么抬嘴的事 那就大断她的腿 我也不清楚 刘三某究竟想要做甚 反正就是一句战友 同志请出去 我刚想问她慎一死 结果叫人王二汗给推出来了 这个流传叔 不知道他又要做什么邪性事 这样吧 你快带我去 走 记住你刚才说过的话 来 趁热吃吧 来 我看她操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看她 我看她 有些人 我看她 我看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 你来孙家牌 是借着给小鬼子传话的由头 千方百计找大队长的茬 那你真是太小看我花木丹了 是我太了解你的 我不能再让你这么胡闹下去 你这次可以给鬼子传话 下次就可以给鬼子带路 怕了 怕我抓住你啊 是啊 我是怕了 但不是怕你抓住我 我是怕你越陷越深 万劫不复 怕我万劫不复 那就跟王天哥一刀两断 王天哥是王天哥 你是你 真要是论气精良 你们两个在我心里是一样重 不行 必须说出谁心谁重 绑了 你们干吗呀 光天换日全场民女啊你们 救命 别捂 让他喊 我现在不是队伍上的人 我是他哥 这可世上最亲的人 咬够了吗 没咬过再咬这儿 让他咬 咬够了 咬够了就跟我回孙家盘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我不去 我必须回县城 你 住手 有参谋 发生什么事了 我现在不是参谋 是个平头百姓 家里出了点事 找弟兄几个帮个忙 这是我家里的事 跟你没关系 好 既然是你家里的事 我管不了 我也不想管 可你双手被捆 应该是有人想限制 你的行动自由 这里是八路军根据地 我不允许任何人 虎作非为 先把绳子解开吧 大合菜 长本事了 王天歌说话 你都不听了 大队长 我让你把绳子解开 我教训我妹子 这个绳子不能解 我让你把绳子解开 我和声 我不能让我的美子 越陷越深 我必须把他拉回来 我必须对得起花大叔 今天即时犯戒律 组织上决理怎么处理我 我都认 但是今天 她必须跟俺走 那你打算怎么做啊 把他带回孙家盘 然后呢 然后 关起来 甚时候赶走小鬼子 甚时候放出来 那他要是逃走了 逃走 我得打断他的腿 养他一辈子 恐怕你做不到 杜叔叔 花木丹是给鬼子带话的 办得也算是正事 他还要回去给鬼子回话 所以不能留在孙家盘 回话可以派别人 派别人 如果都像你那样 把派去的人扣住 怎么办 给他解开 我现在 要去给板田归一回话了 明天开春 我会带着他们回孙家盘 你要准备一顿好菜啊 板田归如果来孙家盘 扣打了他满地找牙 还吃饭 做梦吗 人家花木丹 已经不是咱们的同志了 人家是和鬼子在一起的 还敢抓林团长的人呢 盼人家给我闭嘴 你说的话我认 只要能抓住大会菜 只要能杀了王天歌 我花木丹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好 我今天就让你再也做不出 让人骂八位祖宗的事 咱们快看 我去看